那另外这个三岁的弟弟啊 他真的是哦 现在大人说真的是人小鬼大 他在台北线 那么他爸爸妈妈离婚了 他跟爸爸住在一起 爸爸每天早上骑人都不要 把他带到托儿所去上课 结果昨天呢 爸爸没有下车来 亲眼看着他走进托儿所 看到爸爸身后一转身呢 这个弟弟竟然逃学 跑去等公车 上了车以后呢 就跟司机说他要去找妈妈 原来呢 他是因为头上戴了一个安全帽 那个时候上面还有写的名字 司机赶快把他带到警察局去报案 就这样子找到了他的爸爸 监视器画面当中可以清楚看到 上午八点多 一名穿着白色外套的客运司机 牵着不到一百公分高的杨小弟弟 进入警局报案 由于杨小弟弟只有三岁 什么都不懂 也搞不清楚状况 不时露出天真笑容 在值班台旁跑来跑去不停玩耍 被带到警局的杨小弟弟 完全不哭不闹也不怕声 开心的坐在沙发上 吃着警员买给他的糖果 还活力十足的跑来跑去 要远警和他一起玩聊聊天 昨天大概待了一个小时左右吧 差不多一个小时 他会不会很顽皮或不之类 也就不怕声这样 会给你们玩到 是的 经过远警一番追查 找到了正在上班的杨小弟弟父亲 父亲立即赶往警局 父子俩见面 杨小弟弟高兴的手舞足道 露出开心满足神情 不时抓抓父亲的头 趴在父亲身上撒娇 就是因为太想念妈妈了 杨小弟弟趁着父亲 带他去托儿所之后 凭着母亲曾经带他坐公车 上下学的记忆 天真的想要搭公车去找妈妈 索性被客运司机发现有异状 将杨小弟弟带往警局 让他安全的回到父亲怀抱 这一期的稍微安全检证书 他会报道